流感疫苗在流感季节开始以前 全部都已经出来了 只不过是它没有放到市场上 因为流感的话 秋天就是从九月份开始季节就开始变冷了 一般流感开始的话 都在十月份以后到明年四月份 所以一般从十月中开始可以打流感了 十月中那就是快了 我们今天是十月初了 应该是快了 那说到这个打流感疫苗 我知道现在在中国不是那种非常特别的提倡的 非常广来鼓励民众打流感疫苗 但是也是有的 如果你自己愿意去打 那么到医院里边也是有人在打流感疫苗 那么在流感疫苗 这种就是说让大家鼓励大家打流感疫苗 还不是特别广泛的应用的情况下 到了这个季节应该怎么样 有没有什么自己可以做的办法 可以来预防流感 对了 因为并不是人人多打疫苗 有这种条件 或者有这种可能性打这种流感疫苗 所以最主要的还是叫你自己防疫 所谓自己防疫的话 比如像最主要的就是洗手洗得清 洗手洗得清 为什么道理 因为你比如说我在坐公共汽车上班 我抓了这种可以大家都要碰见的地方 有前面那个人咳嗽打喷嚏 他有流感的病毒在那边 可以存在几个小时他活的 你接触到了 你在路上就摸摸鼻子 擦擦眼睛 这样就会到你身上来 或者就是在办公室里头 你的计算机的前盘摸一下 电话 公用电话摸一下 都可以到你手上 所以最主要的第一点是要洗手 而且要洗得干净 洗得干净 经常洗手 第二点就是多喝水 多喝水 因为如果在你捏摸冬天的话 捏摸都比较干燥 一干燥的话 它病毒就容易在上面反制 你经常喝水 这样就保持保持 这些捏摸都比较湿润的话 它就不大容易生存 好像记得以前去看医生 得了感冒 医生总是说多喝开水 好像有时候有时候开玩笑 说这个医生不会治病 只会让大家都喝开水 对的 但实际上就是有一定的医学道理的 感冒 我们这是说流感 就是说假如是刚才我们所说的 受了这个寒 叫疯寒这样的感冒 伤疯感冒 普通的感冒 在英国有一个类似一个谚语 就是说你假如得了感冒 你吃药的话 要两个星期好 你不吃药的话 也要两个周才好 意思就是你吃不吃药 这种感冒 都是两个星期左右就会自己好的 这有没有道理 非常有道理 实际情况就是这样 因为普通感冒和流感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流感病毒 病毒不一样 普通感冒有200多种病毒 是 流感只有主要是三个病毒 三个类型的病毒 它是病毒 你抗菌说也无效 所以只有让它的时间过去 你的感冒才能好 说起来 刚才我们谈到这个常洗手 就是说 因为手经常会触摸到 就是比如说已经患了流感 或者感冒的人摸过的 或者是打喷嚏 留下了这个病毒的这种地方 就是说 当我们这个常人在这个打喷嚏的时候 当然比如说你有手帕 现在有纸的手筋 来捂着打 是用手捂着呢 还是用 我为什么问这个话题呢 因为我发现现在在美国 在我们住着附近 这些小孩子上学的时候 在中学里边 他们的老师教他们说 你们打喷嚏的时候 如果用纸巾 当然最好 没有纸巾的时候 你不要用手来捂着 用这个胳膊肘这个地方 来堵着鼻子打喷嚏 这种做法 是不是这个医生推荐的一种做法呢 还是只是学校的老师才这样 我觉得是医生推荐的 为什么道理 你这样用手挡住 当然来说是比较有礼貌的表现 但是如果你的手不马上洗的话 很有可能这个病毒就楼在你手上 然后你不知道忘了 过了一分钟两分钟 你就摸来摸去 这样就把你的病毒带来带去了 所以这个还是有道理 也可能是有效的 对的 另外我还看到一些说法 就是说秋冬季节感冒比较容易 患感冒的时候 应该加强体育锻炼 每天至少应该 比如说活动多长时间 所谓的有氧运动 这种做法是不是也是医生比较推荐的 比较推荐的 因为你运动以后造成体内的血液循环增加 你需要的氧液增加 这样就造成你的病毒就不能生成了 相对来说你的病气会缩短一些 那是这样的 对 就是说在运动啊 好像是 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 就像感冒要多喝水一样 运动 好像你只要多运动 好像增强身体的抵抗力 对的 那么就会减少疾病 对 或者你的把相对来说 时间就缩短一些 是的 好 有很多问题 今天我们这个题目呢 我想是非常这个是流行 也是非常合这个时节的一个话题 不过我想看一看 我们是不是现在有一些听众和观众啊 可能想参加今天的节目 这是美国之音通过卫星电视和短播 现场直播的保健原地节目 我们正在讨论的话题是 秋冬季节预防流感 我们在节目中啊 节目中会接听电话 欢迎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直播电话 向专家提出问题 那么拨打电话的方法是这样的 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电话的方式 请您先拨10810 或者拨108710 再拨8668375161 再次提醒大家 除了通过短播和卫星电视 接收美国之音的节目以外呢 您也可以登陆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 用现场视频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并且浏览其他的最新报道和影响资料 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 好 我们现在线上有一些听众和观众 我们现在接电话 吉林的观众 韩先生 韩先生你好 你好 我现在在线 韩先生请讲 就是说我就是经常患感冒 但是我就说当我患感冒的时候 我就可能确认我是有那个 那个所谓病毒性的那个感冒 还是其他的感冒 因为有的时候我好像就 今天也是好像应该吃药吧 但是我现在在我面前我有几种药 我有的时候吃就好食 有的时候吃就不好食 或者说同一品牌 要有这个厂家吃的好食 那个厂家吃不好食 还有在线上就是 比如说我在单位工作的时候 我们那个假设有流感的话 我们就属于那个人群分担的病 比如说这一阶段 说这几个人肯定是感冒 但是另几个人肯定是没有感冒 但是过了不几千 另几个人又有感冒 就是它有一个阶段性 这个阶段我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比如说当我知道我流入病毒性感冒 就是有病毒性感冒 就比如说我家里面有感冒 但是我现在没有点 我就知道我先吃病毒瘾 这个药还是比较好食的 它那个学名叫盐酸把泥刮片 应该是这样的 另外一个我吃那个还有板狼 它这个是广州白银甘这个 这个产生药房的这个药 这个是预防性 但是小课你点了的话 它就不好使了 那么我还吃那个药 那个叫维席瘾刮片 这个是病毒百银的 这个不感冒的药 因为当我有脂肪脑胃的时候 我第一次吃 就维席和这个病毒瘾同时吃的时候 就特别好食 因为当我咳嗽的时候 就吃了这个东西 这个是广西红柿 黄鹿之后 韩先生的电话 这个是广西红柿的